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書令 鏡花先生 贏者 上個星期CV完了 個人的感覺就真的不太好的 會不會像第二個CW一樣 如果要說比較像第二個動漫展 我意思是CW是沒有什麼人的情況 我會這樣看就是 我們之前說過上屆的動漫節 其實我們給這個評價其實都高 因為看到他有多個同仁展 但他本身說遊戲動漫的平衡 以及請人方面 其實拿到一個不錯的平衡 但我感覺就是CV好像越來越 之前我們都說過的 上屆其實就是什麼 請什麼的人 他去年請過什麼人 他今年就再請一些人 其實今年的情況都是類似的 尤其那些很熟悉面口的SKE Adomaster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看到他們 到現在 其實基本上 也不算 叫做你的群組是那群組 但請的人都有點不同 那就不可以這樣一概而論 但是我會這樣說就是 主舞台的節目其實 其實舞台變化真的越來越小 尤其是我們都說我們有第一列報道 報道到現在 我們的感受很深 不如這樣說 雖然那個舞台變化不多 但另一方面可以說的就是 如果你喜歡那群藝術人 多數都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例如Kotoko的live 和Luna的live Kotoko都會唱到很多 除了他今次是 《刀劍神》和《刀劍神》的主題 但都會有一些舊歌的 你都聽得很開心 或者這樣說 星期五的live是比較多人 我稱之為熱鬧 其實是因為跌份多 始終你《加速世界》或者《刀劍神》的 其實歌 我都說唱歌的 其實上年都唱過了 其實大部份 除了你說今年 好像說 加上新的遊戲 有Cost Over 他們完全可以寫到2046 真的可以 不是 我覺得安排上 這次的流暢度會好一點 因為上次都會 例如說 Live途中 中間說兩句的時候 就有個香港翻譯 這樣 譯回給大家聽 我今年可能都覺得 你台下都懂聽了 今天不做這件事了 是被日本歌手主導整個流程 我會這樣說 整個現在CV的構造 其實是一個簡化 無論你見到的 其實主舞台現在畫的區域 其實越來越大 大到我覺得是 真的很空曠 等一下 這個是否包容在主舞台裏面 只不過我們主舞台的位置 其實不會大了 只不過旁邊那些覺得空曠 就覺得主舞台大了 因為店舖小了 同時少了 這樣說 始終主舞台 都是CV力推的環節 將它擴大 內容上 可能都是一個好的地方 當它是它的優勢 不是 但去年 第一屆舉辦CV來講 其實我覺得 攤位的吸引性 每年都下降的趨勢 主舞台吸引性 變成最重要的環 當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去CV 由初期那一代 去到現在 就會見到攤位的變化 越來越少了 去剪出一些比較特別的精品 一些特別的產品 或者原稿的東西 少了的 但多一些賣物的東西 這一點就是 因為今年 其實POOF來講 我覺得最好的POOF 一定是鐵甲萬磺 那個POOF 無論它的展出 當然鐵甲萬磺 它本身是週年紀念 它擺放的東西 以及它裏面擺放的模型 即是有些就是快要推出 推出 那些其實 整個POOF的感覺 連成一體 其他的話 其實我稱之為 其實是甚麼呢 我不當它是一個展出攤位 我當它是一間商店 我這樣說 有一兩個 我仍然覺得有那時候展出的味道 舉個例子 Sunrise 我去年都喜歡的 不過今年它小了一點就當 Sunrise 看到它的展版 有進去看的話 它是有特色的 例如它有 講它兩大偶像 即是Love Lie Sunshine 讓它來一套偶像動畫 還有它來一些 它有Sunrise出名的角色 即是CG 各種角色 這樣做一番它們的主題 這樣剪判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有它做它的特色在裏面 如果都見到 它有一些播放去舊動畫 那些Opening 那些電視都幾多人看 即是這個翻譯 有些感覺就是 C3那種想推廣 他們自己動畫文化 那些攤位 即是 我會這樣說 其實是 今年是突破了 我走POOF的一個紀錄 我真的非常之快 走完畢 基本上就是 即使我入了所有POOF 除了一個 除了割穿的POOF之外 那個POOF一進去的話 就是要排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笑不免 不是 我打算走完之後 最後應該是排各村 等大拖大會的舞台活動 但是一走過去 看到那條龍 已經是不想排出來的那種 不過這樣的 各村至少就是 它在賣東西之前的地方 有些剪板 例如我看到它有幾個創作者 它是簽名版 專服香港的 即是雷神海誠 阮湖市民那些 都會有些東西看下 隔壁都會居住 其實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就是 Megahouse 那部1比1的雷神 超級雷神 雖然那部東西 都是什麼呢 拍照 amazing 這樣東西 沒辦法 如果你說起這個 買點的話 我都留意到一件事 是挺有趣的 今年多了一個POOF的攤位 就是BillyBilly的剪位 但是我們走的時候 一直都看到 有些人套著 BillyBilly的紙袋在頭上 這些是否一個宣傳 即是說 去BillyBilly買東西之後 他送那個紙袋 直接給你用來Cosme買的呢 不過說真的一句 其實我問我 今年C3最大的衝擊 就是看到BillyBilly 真的 我不太明白 應該怎樣去對待這個攤位 OK C3是一個日本的動幻展覽 他自己寫 BillyBilly應該是他日本的位置在哪裡 好的 他BillyBilly是有自己代理的動畫 他有播放PV 雖然香港看不到 這個版權問題 沒辦法 接著之後 我看到他走廊那裡 是有BillyBilly自己的彈幕 他有他的特色 接著他賣產品 又賣一些可能是BillyBilly 跟他簽約的Cosplayer Cosplayer的產品 我數來數去 我都不太懂得到 究竟他的日本位在哪裡 即是他跟日本動漫玩具 有什麼直接的關聯 這個我同意 其實我真的不太懂他 因為我看他 我究竟當他是日本對外的 一個特約的分銷平台 還是他沒有播放什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純粹是什麼 我只看到什麼 彈幕 我當你是日本文化 彈幕是因為日本的某個網站 就是NikoNiko的網站 他有彈幕的東西 我想B站是借鑑他 或者是叫做 致敬 或者是拿了他這個文化去做一個中國版的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他 一個這樣的網站 在一個日本的推廣 日本動漫文化的展覽裡面出現了一個這樣的部分 應該怎樣理解這件事情 我就不太明白了 基本上其實你說另外一個 其實你說如果在早幾年的話 有一類型的證明是會很大 其實你會見到的就是一些電影 好像你會見到的工學機動隊 的證明 其實如果在早大概四年左右 這一類型的證明在香港CV的話 一定是一個大證明 但你現在看到其實他放了一個很小的角落 難聽一點點說句 不覺得意都可能會漏了 重點是他放在宣傳的電視 即是你要走進去你才看到 或者是你要隔著那個架 或者隔著一些商品 才能看到那個電視 我發現最深的感受 是這個State Light的動畫公司 因為如果有去 都是那句 C3猶如初期那時候是他擅長的 當年Marcos F 就是他放很多產品 有很多簽名版等等的東西 今年那個Proof還是很大 但樂人真的非常兇 我不知道為何 有很少Delta的東西在裡面 其實他今年其實 應該說他每年 狀況已經漏了 其實他不是今年才發生 或者去年才發生 其實他是大概 我這樣說 客觀點的這個條件 就是大家都一定會相信 其實是甚麼 當何欣再不來香港之後 開始 那波就沒有東西看了 也都這樣說 就是當年何欣帶了花窄 那些人來這個C3 就是C3最旺盛的時期 就是那次之後 你就會覺得那個Proof 是沒有東西再好看的了 反而會不會是因為 那段時間太爆 所以才顯得 我們這些平常的C3 反而是沒有甚麼特色呢 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其實他現在純粹 你見到的是他剪出 然後跟著都是放一些 畫閘啊 精品啊 souvenire 那些東西 去被人去購買 就是你都見不到 就是通常你如果這些 老實說 真的稍為想做少少聲勢的 你可能請個人過來也好 甚麼都好 尤其是你剛剛Delta 又先播完我們 我們新舊班也都說過 也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而且就說 你未來的Marcos 之後又有一個新的New Project 但是也都沒有任何聲器 在這裏做一些甚麼的發表 有些可惜 尤其是Delta那裏 是日本現在做一些聯成的計劃 好像是中島外 和Delta那位歌記 又做合作 但是香港就基本上沒有甚麼聲器 那個Proof都沒有甚麼Delta 那就真的 有些可惜 我只能夠說是 今年比較大的 其實你說真的佔了智成一角 其實就是Bandai 其實就是 Bandai就是很多東西 總之就是 雜不然有遊戲王 又卡 又高達 又一些手機遊戲 一大堆 總之就是 給了一個感覺就是 Bandai就是甚麼 當它動漫節這樣擺 說起手機遊戲 其實很多 當在轉去手機遊戲那些 其實都不是日本本土 有些我看見都是香港的類型 那樣說來 Game One那一個 都是講日合作的 那條Project本身 那個brand是日本的 反而有些印象就是 從零開始第二世界 它那裡有一個Proof 基本上是專門給你拍照 霧棉花隔 也都是霧棉花隔 跟TV Tokyo搞的 那個是挺受歡迎的 其實因為你知道 VZERO是多麼紅的 也有很多COSPLAYER是做VZERO的 我想都是一個推廣 不過除了展版給你拍照 沒有其他東西搞 那裏就是 F2O的 因為之前其他Proof 無論去玩的時候 其實他有玩一些 即場插機 聖精石召喚 我覺得 為何你不搞這件事 這件事 純粹是C心 這件事 OK 但是你說其他 始終這次是BANDAI 比較有誠意 其實這次我這樣說 是BANDAI 撐起了整個C3 甚至叫做C 不是C3 是B3 OK B3 C3 我記得他都有Culture 那些解釋 BAN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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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BANDAI 那你說其他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賣精品 抽獎 之類 看上去 現在變成的 賣藝成分太高了 其實你見到 那些人流 其實我都看到很多人 就是進來之後 蛤? 接著走的 連印 我又在出口 其實看一看 一盡 他可以讓我們再次入場 但其實很多人都說 走了 或者 通常都是為 做了一入場 然後 走完之後 出一出去 回來之後 可能為了聽一些Live 或者主舞台的小節目 之後就走 反而 我知道那個生態上 是如此 但其實你說裡面 真是可看性的東西 或者 每個攤位本身的節目 其實真的沒有 變成我覺得是 過於流水所熱 未必一定是C3 本身的問題 但我覺得 都是你說攤位 裡面的人 其實都 開始就是越來越小 我覺得 變成一個真是 例行公事 總之要搞一搞 不是 亦都是發覺 其實攤位 展示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舊的東西 不是一些新的東西 近期的東西 這樣 這個可以有些可惜 不過我覺得 有一件事 就是 COSPAIR會很開心 那些地方 大了之後 就會 COSPAIR 很多地方 給他拍照 農友的影響 都很慘 就算很論賣東西 上年賣東西 ANIPLESS 又賣一些 特別的精品 大概有一堆 例如那時候 剪出了一個沒有賣 一比一的家庭位 那些東西都有 那年就更加少 連賣東西 特別的產品都少了 這個是慘 說一句 賣東西的場合 真的很多 你怎樣去跟別人爭 其實就是靠日本的文化 就是靠日本的文化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拿出來 賣也好 剪也好 你都拿出來看 因為我這樣說 如果純粹以賣東西來說 你真的要跟動漫才會道別 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在質量方面 CV我覺得在這方面 真的是少數 除了個別一兩個 proof 還要是你中不中 那些人之外 其實如果你這樣去 形成它是一個這樣的做法的話 其實我只會這樣說 就是它淪為 只不過是春季活動 和下季活動 尤其它今年的時間更加慘 即是壯正 是剛剛新年和聖誕是壯正的 新年之後就立即下一個同任活動 就是施德和PR 今天就是 接著之後 接下來就已經是C3 那是太密集了 其實是比較難去的 這個時間點上 就是 它不是它的錯 不過它不要錯去的話 這三位厲害 知道就是 你們告完新年 你們應該有很多錢剩 那當然是 拒你一把錢 不是這個時間 應該好好利用 這個情人節活動才是 剛剛接著 不是的 那今年你見到的 就是CV的同時 是扮著 這個 都是常規 香港會展見到的 婚紗展 那我都說了 我都說了一句 是 那就解決一切的問題 你不要說 我一樓的人 我相信 有更多 C3 你不要說 我至少在這個出去 因為C3 他們拿的產品 和COSPA 輕聲勢比較豪大 所以感覺是 一個動盤展 這裡也是有分紗展 這裏都是 那其實主舞台 其實你說 我覺得那個位置 其實已經成熟了 其實就是 無論是派票 排位 就是他們已經 全部變成網上去登記 這些 基本上 架構上 其實就沒有什麼態度 都沒有產生過 什麼不愉快的事件 就是不同 很多次 有發生什麼事件 那當年其實 今年沒有發生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不多 純粹都是可能 入場觀 入場收看主舞台 什麼簽名活動 其實基本上是欠奉 過往其實還有少少 今年幾乎是零 不過有些是 攤位自己夠大 可能會放一個小舞台 在那裏做少少 不過正理所說 就是佛善捉塵 可惜些 所以看上去 其實變成 越攪越細 其實有些 真的 是不是可惜 我覺得你C3 的活動 由日本帶來香港 其實已經是 本來是一個 好開始 但是你越攪越頹 我覺得是有些可惜的 的確是 你見到就是 其實證明是 其他位置 我不是說 香港是一個 座門的事 但是 你看上去 香港好像沒有什麼 看 其實 對一個活動來說 就算你叫人 下次再來 當然我們很多 解別的觀眾 或者聽眾 都好 其實都是什麼呢 我看你有些什麼 大人物 大的artist 過來 我才會考慮過來 其實這個會是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分佈 現在你看到的 無論主舞台的分佈 攤位裏面的一些活動 或者每個自己 可能 其實之前都會說 禮拜天會有些什麼 禮拜六會有些什麼 但是今年其實 沒有啊 隨便 很多人都說 隨便找人去 就算了 變成了例行公事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看出來的感覺 慢慢變成了失去了CV本身的 它的定位特性 我們幾年前都說過 它的特性就是 我們明白 有一些動漫 日本的動漫情報 可能其實說 因為有些 其實應該香港看不到 或者它們 所以才當在身 OK 但是一些公佈 好像說 新作會推動 那些 其實都會有些 想會在香港 有一些獨特的公佈 但是 現在簡直是 幾乎 直接忘了 很危險 很誇張 所以我就說 看完之後 那些東西 都已經是幾年前的東西 還放出來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你也看到 很多都是 每年都放的 我去過日本 很多類似的活動 其實 人家 他們都不會 什麼 我今年放了這件事 即是下年 它舊了 真的會換 你不是那間公司 只有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 現在很多都是什麼 當然 我當作一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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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達 那些一定有 要擺 但看上去 我們一看上去 那裏 就是上年那些東西 那我 那我是什麼 那我來 那我來 那我來做什麼 不是變成 那些攤位 就會覺得 我不擺這些東西 好像就 沒有了我的攤位 那種風格 那些東西我覺得是 有點糟 我剛才說 除了Bandai 那些 那些 都比較公式 公式到 我可以這樣說 跟去年 是一模一樣的 是 是考驗 你對CV的回憶 是不是很懷念過去呢 有沒有印象 你去年 看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什麼不同 找不同 感覺上 每一會不同的 就是有新的Boof 只有那些東西 又不同 因為去年沒有 就是這樣簡單 今年發覺 有沒有去年是有 今年沒有了 我不希望 明年看到 還是這樣 其實這樣 對我而言 我個人 作為一個觀眾而言 我去的意欲 其實真的很低 今年我已經跌破 跌到我的低 跌到我的冰點 我再多一年 都還是這樣 老實說 我真的會覺得 其實 沒有去的意義 基本上都是 很多C3 很重點就是 會擺 目標是 擺 有什麼嘉賓來 這個地方 其實都是想見到 任何動畫的新情報 漫畫的新情報 公佈 這些東西 反而會 比較希望在C3 會看得到 還有嘉賓這件事 講一句 都要視乎家裡 有什麼人可以來到的 其實C3 都很被動的 所以其實C3 應該不希望 如果沒有那麼被動 就是你不要單靠嘉賓 可能更多一些 比較有趣 創商來 他努力 都希望 我會說 去回原本 其實 當然我覺得 這是場地的問題 究竟提供到多少攤位 的位置 去給一些 擺 我們之前最想看的 一些圓畫 等等 看看下年怎樣 就是這樣 OK 不要再掉到冰點 好 今集的時間 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